走路快慢,决定寿命长短,寿命长的人,走路往往都有这两个特征。 因果报应,万物皆空,大家好,欢迎订阅一集说。 走路是我们每天都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研究表明,走路速度也会影响人们寿命的长短,说走路决定寿命可能有很多人会不相信,但是,确实有一项长达14年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这项研究证明了,寿命长的人走路往往都会有一个共性。 走路时状态轻松 寿命长的人在走路时往往状态轻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寿命长的人通常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 他们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均衡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维持自己的健康,因此他们的身体功能较好,肌肉,骨骼和关节的运动协调性较强, 走路时不会感到过于吃力。 此外,他们通常避免了一些身体限制因素,如慢性疾病、肥胖、关节炎等。 其次,寿命长的人往往有更好的心理状态和情绪调节能力, 他们可能更加乐观、开朗,对生活的态度积极,能够更好地处理来自外界的压力和困难。 这样的心态可以减轻内心的负担,使走路时感到放松轻松。 此外,寿命长的人通过丰富的精力和智慧也更加懂得享受生活, 能够在日常行走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从而增加愉悦感。 第三,寿命长的人通常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身体控制能力, 他们的大脑功能相对较好,能够有效地调节身体的平衡和协调运动, 从而使走路时不易出现摔倒和受伤的情况。 此外,他们也更加懂得正确的行走姿势和鲜明的踏步, 能够更好地利用脚底的力量推进身体,减轻腿部肌肉的负担, 让走路更加轻松。 第四,寿命长的人还可能受益于适当的身体训练和锻炼。 长期坚持适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 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提高身体的负重能力。 这些因素可以为走路提供更好的条件,减少疲劳感和身体的不适, 使走路时更加轻松自在。 总的来说,寿命长的人走路时往往状态轻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涵盖了身体素质、心理状态、认知能力、身体控制能力和身体训练等因素。 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身体机能协调性强,心理情绪积极乐观, 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身体控制能力。 同时也借助适当的身体训练和锻炼, 这些因素使他们在走路时能够更轻松地面对身体负荷, 享受活动带来的愉悦与自由。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言归正传。 走路时腿不麻,不痛。 寿命长的人走路时往往腿不麻,不痛。 这一观察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解释。 首先,长寿的人可能有较好的身体健康状况, 包括良好的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功能。 这可以减少或延缓腿部麻痹和疼痛的发生。 一个可能低解释是, 寿命长的人往往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们可能吃得健康,均衡的饮食, 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来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和神经功能。 此外,他们可能从事适当的体育锻炼, 保持身体的灵活性和肌肉力量。 这有助于预防腿部麻痹和疼痛。 另一个解释是, 长寿的人可能养成了良好的姿势和走路习惯。 正确的姿势和步行姿势可以减少对腿部的不良影响, 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护。 长期保持正确的姿势和走路习惯, 可以减少腿部受力不均匀, 减轻腿部骨骼、肌肉和关节的压力, 从而减少腿部麻痹和疼痛的风险。 此外, 长寿的人可能有更好的自我保健意识, 他们可能经常按摩、伸展和锻炼腿部, 以保持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 按摩和伸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肌肉疲劳, 并防止腿部肌肉僵硬和静卵, 从而减少腿部麻痹和疼痛的发生。 心理健康也可能影响到腿部的感受, 长寿的人可能更少受到压力和焦虑的困扰, 烫可能更加平静和放松, 这有助于减轻腿部的紧张和不适感, 焦虑和压力可能导致身体紧张, 血液循环减慢, 从而增加腿部麻痹和疼痛的可能性。 遗传因素也可能在中长寿人群中起到一定作用, 一些研究表明, 长寿的人群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变异, 与慢性痛觉敏感性相关的基因可能表达较低, 这些基因变异可能减少了腿部痛觉传递的敏感度, 使得长寿的人不容易感受到腿部的麻痹和疼痛。 总的来说, 长寿的人走路时往往腿部麻, 不痛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 健康的生活方式, 良好的姿势和走路习惯, 自我保健意识, 心理健康以及可能的遗传因素共同作用。 这些因素减少了腿部麻痹和疼痛的发生, 使得长寿的人在走路时感受更加舒适和自在,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仅仅是一种趋势, 个体差异依然存在, 因此并不是所有长寿的人都不会感到腿部麻木和疼痛。 如何让自己更加长寿? 保持平和的心态 第一, 平和的心态有助于减轻压力。 现代社会中, 人们面临的压力源源不断, 如果不能正确地应对压力, 就会导致身心俱疲, 产生各种健康问题, 而保持平和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压力。 减少压力对身体的负面影响, 研究表明, 慢性压力会导致心脏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 而平和的心态可以降低患这些疾病的风险。 第二, 平和的心态有益于调节情绪, 情绪波动大, 持续的消极情绪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消极情绪会释放大量的压力激素, 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 这些物质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增加患病的风险, 相反, 平和的心态能够提高心理抵抗力, 促进情绪稳定, 减少消极情绪的产生, 一项针对情绪管理的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和乐观态度, 与更低的死亡风险和更长的寿命相关。 第三, 平和的心态有助于改善睡眠, 充足的睡眠对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而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会影响睡眠质量, 保持平和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 改善入睡困难和睡眠质量, 从而提高睡眠效果。 研究发现, 睡眠质量较好的人寿命更长, 患心脏病, 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更低。 第四, 平和的心态有利于促进身体的自愈能力, 身体有自愈能力, 但压力和消极情绪会抑制这种能力的发挥。 平和的心态有助于舒缓身心, 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 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 研究表明, 正念冥想等舒缓压力的方法, 可以改善身体的免疫功能, 促进健康的细胞增长和修复, 这些效果进一步表明, 平和的心态对增加寿命是有益的。 第五, 平和的心态有助于改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和寿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而保持平和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 平静的心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饮食, 坚持锻炼, 避免过度饮酒和吸烟等不健康的习惯。 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善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 提高寿命。 总而言之, 保持平和的心态可以让自己更加长寿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平和的心态有助于减轻压力, 调节情绪, 改善睡眠, 促进身体的自愈能力, 并有利于改善生活方式,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共同促使我们身心健康, 延缓衰老过程, 提高寿命。 因此, 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养平和的心态, 从而享受更长久的健康生活。 粗茶淡饭, 延年益少。 一, 控制热量摄入, 粗茶淡饭通常含有相对较低的热量。 过高的热量摄入可能导致肥胖等健康问题, 而控制热量摄入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和身体代谢, 在减少大量的热量摄入的情况下, 身体更有可能保持健康状态并延缓老化过程。 二, 提供均衡的营养。 粗茶和淡饭在饮食结构上倡导平衡营养, 包括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均衡饮食有助于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 维持身体正常功能和代谢, 良好的饮食结构可以降低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 如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高血压等。 三, 保护消化系统。 过多的油腻食物和刺激性食物容易对消化系统。 造成负担, 可能引发胃肠道问题。 相比之下, 粗茶淡饭用简单的烹饪方式, 少用调味品和刺激性食材, 有助于减少消化道的负担, 保护消化系统的健康。 四, 控制慢性疾病的风险。 粗茶淡饭通常富含纤维, 如蔬菜、 全穀物和豆类等, 有助于调节血糖和血脂水平, 降低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 高纤维饮食, 还有助于预防肠道疾病和结肠癌等。 肠道健康, 粗茶淡饭中富含的纤维, 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和排便。 有助于排除体内肺物和毒素, 维持肠道的健康, 良好的肠道健康与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和整体健康密切相关。 六, 减少心理压力。 粗茶淡饭强调朴素的生活方式, 避免过多的油腻食物, 刺激性食品和加工食品, 有助于减轻身体核心理的压力, 过度的油腻食物和刺激性食品, 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甚至导致不适, 而清淡的饮食, 可以让人感到清爽和舒适, 有助于缓解压力。 重善因, 结善缘, 得善果。 感恩您阅读, 赞赏与分享本文, 感恩您点点订阅。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 请积极参与留言, 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下线报告。